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哈喽 现在是博力时间凌晨5点20分 我们在科隆的机场 不过我们不是坐飞机来的 我们是坐FelixBoss 刚刚到这里 现在正准备去参加狂欢节 未来的24个小时 我们在这里会发生一些很开心的事情 很期待 来到大城市见到了Hiva2Go 看看这里面卖的 各种各样的吃的 哇塞 还有饺子 早上实在是太冷了 现在在一家面包店吃早餐 这一家面包店看起来环正挺好的 但是它竟然不给餐具 我们可能挑了整个烛火最差的一家咖啡店 你刚才说什么 不是我们挑的 不是我们挑的 是自己挑的 是我强者要来这家的 从火车站出来 后来我们就到了科隆大教堂 现在的风有点大哦 我看给它吹了 来看我一眼 这个教堂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 现在不是了 那边的风把云彩吹了 这边的风特别大 刚才我的帽子被吹飞了两次 但是刚刚发现这个地方 这个风特别大 看整个地方 我现在是躺在地下给大家拍的 我现在是躺在地下给大家拍的 今天就是狂欢节嘛 大家都在搭这个地方 今天就是狂欢节嘛 真的搭这个地方 真的辛苦了 那呢 我们现在还是在了星巴克 因为刚才实在是没吃饱 你看她在睡觉 我们昨天为了赶半夜两点钟的车 最后是一晚上都没怎么睡 所以 现在在这边歇一会儿 终于等到了天亮 但是外边下雨了 今天天气不太好 那我们决定在这儿再等一下 一会儿就有狂欢节的游行了 嗯 我们现在在银河 马拉西越岁的墙上 看出来这边 我这个应该是最老的墙了吧 是奥湖 这是 最老的墙吧 跟它没有关系 1961年11月17号 这两个人结婚 现在已经有55周年了 是这样 现在是9点30分左右 我们本来想到这附近的商场买一套衣服 但是 你们看 现在的商场 门大门前都被 幕后板盯上了 就很无奈 没有办法 只能穿着这身衣服 哇 经过不许的秘密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菜籽的商品 我们买了好多东西 现在就把它装扮上 稍等 我们已经乔装打扮好了 并且跟大部队会合了 在 阿里 我们走过去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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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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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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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 它翻译成中文就是科隆人 这也被叫做是 可以喝的城市 看这就是我们在的餐馆了 我们坐在这楼梯 下边这样一个 很幽暗的小地方 快把我们的成果给大家看看 要不要这么多 真的就是我们都没有剪 然后一边带着那个花车 一边往我们身上扔 然后都是砸在我们身上的 我们都不想要的 真的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那些糖果啊什么的 我都不是很想要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大盆花 我就是特别想要花 然后 我们的酒了 然后我就发现 它们为什么都不给我呢 端开 我就说为什么不给我呢 后来我发现 你必须要跟它贴面一下 或者跟它飞吻一下 它才会把 把那个这个花儿送给你 所以说我的这些花儿 都是我飞吻来的 我们的酒来了 现在看一下 哇塞 我们要了一个三里团的 有点大是不是 有点吓人 我们这个小小小小屋子 已经放不下它了 哇 OK了 这么多墨呢 你贴了两套 他又给我们拿了四个杯 这明显不是两个人的 你来给我截一杯唇子吗 等一下 我找过药领了 你看你看看 这杯就没有那么多墨 我们点的餐上来了 这个就是经常吃 就是在德国最著名的烤肘子嘛 然后配上酸菜和土豆泥 然后这个它叫 它叫什么 就是翻译成中文 就是天和地 就是东北雪肠 对 但是这个和天地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是雪肠 然后这边配的是烤土 土豆泥 下面是烤土豆 炒干了啊 嗯 尝一下 怎么样怎么样 可以切着吃了 快快快 切肘子吃 哇 这个皮真的很脆 还让我尝一口 真的很脆 好评好评 好吃 好吃 味道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什么表情啊 没有味儿 没有味儿 再来一口 再来一口 快给我一口 你先吃你先吃吧 那我尝一下 我尝一下 苹果泥呢 哦对 这个里面还有苹果泥 不是苹果泥 是苹果 苹果是吧 尝尝 苹果味很浓 那个雪肠 不是像中国吃的那种 就是炖酸菜的雪肠 就是很酸的那种 不是很酸 是很不腥的那种 不行啊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吃的 中国雪肠也不行 中国那个雪肠 我觉得吃不像这 吃得不好 这个这个 但是这个 鸭鸣口吃啥嘛 也不好 这个雪肠 它不是像中国雪肠 那种 就是很有弹性的 它是 就有点像肉的感觉 我们继续吃了 我们马上就要吃完了 这两盘子 哇塞 真的有点撑 还有很多土豆呢 土豆 土豆泥 有点真的是吃不下了 这个雪肠 它就是 看一下 它里面就是有很多肥肉 但是 有雪的地方 它是 就是很面的那种感觉 上面配上那个 苹果 炒 大葱 是甜的 然后配着在雪肠 咸的雪肠上 一丝一丢 很 就是有点 怎么说 奇妙的感觉 反正我是第一次这么吃 然后肘子呢 正确的德国吃饭 这家餐馆叫 叫什么 ZUNA 这个 这个名字 ZUNA 还是一家比较有名气的店呢 大家在网上的评价很好 也推荐大家来 谷歌评分第一 谷歌评分第一 嗯 推荐大家来 三生的啤酒已经被我们两个喝得见底了 所以我愿然喝见底了 这位已经喝得不行了 开始头晕了 开始上厕所了 为了醒醒酒 我们又点了一个餐后甜点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是个巧克力 巧克力 有点像布朗尼那种 我尝一下 然后我尝一下 我尝一下 这个是巧克力的蛋糕 哇 它是热的 烫着 好烫好烫 你尝一下 大多数的 哇 这个还有 油腥 哇 吃这个 嗯 大多数的巧克力蛋糕都是 凉的嘛 但是 这个是它线口的 就很热 我尝这个感觉 这 我尝一下 其实 吃起来跟布朗尼的味道差不多 但是外面有一层脆皮 就这样 嗯 这个 没几的话我再尝一下 哦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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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梅 这样的树梅 很大一颗 哇 好酸 这边是什么呀 我再尝一下 这个 这个就是 就是 嗯 就是 香草公鸡林 然后外面 我的那个 古物的碎线 嗯 反正 长得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 吃也挺好吃的 嗯 吃的就是 正常的那种 除了这个 麻麻辣的 点点的味道吧 比较酸 嗯 来点凭一下 麻辣辣的太酸了 麻辣辣的 它就是酸的 嗯 必须是 Hosk 嘛 嗯 对 因为它是 都是它这个店里面自己做的 我觉得味道OK 嗯 就加上这个摆盘来说 我要给七星半的 我刚才真是太激动了 知道吗 因为我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卫生间的这个洗手池 它是 我特意回去拿手机取的 它这是个戴森的 然后这边是 嗯 洗手 水龙球 两边都是 特别酷吧 我觉得很厉害 用不起戴森的吹风机 也可以用起 用得起戴森的烘干机 一不小心就到了晚上 今天下午吃完饭了之后 我们两个就 十分的累 然后就找了个酒店 休息了一下 到现在又出来 溜达了一下 今天我下午的时候 就看一群男人围着一个公共厕所 在上厕所 这个东西我是真的 完全没办法接受 就是这个东西 你看它 就是一群男人围在这一个坑上面 上厕所 嗯 德国男人还真的是奔放 下午的时候 因为人太多了 满大街都是人 我没有敢拍 现在没人 嗯 再看一眼大家 这边是这种 就是正常的厕所 然后这边就是这样 站在下面 又有人要去上厕所 我不拍了 哈哈哈哈 我们晚上出来找点吃了 因为中午那顿吃的实在是太多 晚上就不想吃什么正餐了 就随便找一点小店吃 这条街可能就是 就是应该是土耳其店之类 或者是酒吧街这种 周边全都是各种小酒馆 然后阿拉伯的卖那个肉夹馍的 土耳其肉夹馍 看这边大家都已经结束了 然后口关节结束了 穿着衣服的人还是遍地都是 这个是个小酒馆 在往前那边就是土店 就是卖肉夹馍的地方 嗯 整条街 其实这条街还挺乱的 嗯 它就在火车站旁边嘛 应该就属于 嗯 接近红灯区了 是土耳其人 阿拉伯人 他们活动的区域 这边很少能见到德国人 你看这个老建筑里面就是 赌场 老虎鸡店 老虎鸡店啊 这边竟然还有卖婚纱的 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 看到了一家中餐馆 然后就进来了 发现这家餐馆还不错哎 看一下它的菜单 就感觉很中国的 我觉得在德国很难能见到 这么中国的菜单 然后我们本来想点水煮牛肉和鱼香肉丝 但是来得太晚了 这些菜都卖光了 然后就只能点一份 点一份包子 打包带走 刚才回来实在是有点饿 我们就把这东西都吃光了 忘记拍这 电视上演的就是 也是当地的狂欢节的节目 有点像我们的春晚 后面大家都盛装打扮 然后前面有演唱啊 还有什么 这就是脱口秀 他正在调侃政治 他也调侃默克尔和特朗普 好了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我们刚刚从酒店check out 现在准备坐车回去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酒店 离这个火车站有多近 酒店 火车站 好了 现在我们就要回去了 狂欢之旅就结束了 其实我们并没有去哪儿 虽然早上五点多就到了克隆 但是这一天 基本上下午就是处于一个废掉的状态 就没有办法继续玩车 然后到了晚上才出去转一转 但是狂欢节还真的是很好玩 我们两个在狂欢节里挤了三个三四个小时 就已经累的不行了 一直在喊叫 一直在伸手 好了 来克隆你有什么感觉 有点冷 今天下点雨还好一点 好了 拜拜 这是我们拍的第一个Voke 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拜拜 我们去坐车啦